早在17年前 你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然后呢 那时候就在你的家乡 就有了上河组织 他已经成立了 而我呢 土生土长的青岛人 是今天的东道主 咱俩往这一站 一个代表上海精神的发源地 一个代表上河组织 国家电影节的举办地 株连璧合 十分点题 十分般配 黄博的事业一直处于上升期 在演艺圈里啊 他演技好 人缘好 情商高 这一点呢毋庸置疑 一路走来 从龙套小演员 到现在的主演 导演 黄博的发展有目共睹 很多人都被他的演技所打动 参演的电影 亲爱的 无人居 记忆大师 我和我的祖国等等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说 他除了长相不合格以外 其他都是满分 他长得不好看 出身贫寒 但他的情商 却远远超过了娱乐圈 很多的明星 黄博一路走来 很多人都喜欢谈论他的外表 取笑他故意让他难堪 然黄博呢 总是可以依靠自己的高情商 一个接一个的解决问题 也没有得罪其他人 好像你穿的是 睡衣吧 因为我五年没有来金马奖了 所以我是穿得特别的隆重 不过你嘛 你看看台下 梁朝伟啊 刘德华啊 陈龙 他们穿得都很隆重的 对对对 因为他们是客人嘛 客人到别的家里边去 当然要穿得隆重一点 因为你知道你有五年没来 这五年我一直在金马奖 我已经把金马奖变得像家一样 回到家里穿什么 对不对 回到家里一定要穿得舒服一点 正因为如此 他深受观众的喜爱 娱乐圈每一位明星 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标签 这些标签或许会伴随他们一生 其中一些标签是好的 一些标签是坏的 柳妍在娱乐圈里啊 一直被誉为性感女神 也被称为宅男女神 他出道后呢 也拍过不少的作品 经历多年的磨练 演技也得到了重人的认可 一开始他以主持人的身份 进入演艺界 之后呢 也主持过许多大大小小的节目和活动 与许多大牌演员大咖合作 由于他的身材很火辣 因此在大多数节目当中 他都颇受关注 一次黄渤上台领奖 柳妍作为颁奖嘉宾 却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 你那么有钱 为什么喜欢二手货呀 黄渤当即回复了一句 不仅惹得台下嘉宾哈哈大象 还把柳妍逗得满脸通红 柳妍贸然这么一问啊 黄渤有点莫名其妙 都不知道他这话是啥意思 柳妍呢 赶紧又补充道 你这么有钱 为什么还开着一辆二手车呢 黄渤恍然大悟 这才明白 原来柳妍说的是车子的事 但是这显然没那么简单 因为那阵子啊 黄渤正在代言 某二手车平台的广告 柳妍这么说 一方面是拿他开玩笑 另一方面也是指黄渤没钱 你想想看黄渤拍了那么多电影 按理说应该很有钱 那为什么还要开一辆二手车呢 这点让大家想不通 很多人听到柳妍这么问起来 也知道黄渤为啥要开二手车了 黄渤说 其实自己一直没有买车 现在开的车呢 是一个朋友送的 虽然是二手货 但是价钱便宜还省油 此外呢 他经常在全国各地拍戏 很少开车 所以用不着买好车 这么解释也算中规中矩 真明回答了柳妍的问题 然而黄渤呢 是个情商很高的人 幽默风趣 当然不会就这么玩了 他又补充了一句话 车是不是二手都无所谓 只要老婆和孩子是一手的就行了 黄渤的这句话一说出来 柳妍都脸红了 或许黄渤戳到了他的心思吧 黄渤的回答不仅解释了他开二手车的原因 还解释了他和他朋友们有着深厚的感情 除了表示有意外呢 还能够把车让给黄渤 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性格魅力 很重的感情和正义感 不得不说高情商的人说的话就是这么有趣 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够活跃气氛 又不是体面 情商高就是会说话 把话说得让人舒服 这一点在黄渤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唱歌只能当个主持就算了 原来在屏幕里面 一张丑脸在唱歌是很难过的 刚刚你启发了我 是吗 对对对 其实也是 我们是互相鼓励 我小的时候也没想干这行 后来一想 曾志伟都可以拿影币 我凭什么不行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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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